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根据传闻,在1995年的时候,在安徽黄山,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在当时,有一条巨蟒想要飞升变成龙,却杜劫失败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这件事发生在1995年的春天 一天夜里,一名家住黄山的村民在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发现外面的天空电闪雷鸣,看起来非常吓人 家里饲养的牲畜也都变得躁动不安 就好像有什么危险在靠近一样 于是,因为担心会发生什么变故 这位村民就抬头看向天空 正好一道闪电一闪而过,他惊讶地发现 天空中竟然有一条浑身雪白的巨蟒正在不断向上飞升 看起来非常可怕 同时,他还发现 天空中的雷电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条巨蟒在它的周围对它展开攻击 而这条巨蟒的身上,已经在雷电的袭击之下受了不少伤 但是却并没有放弃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这名村民询问自己的邻居 问他们是否和自己一样都看到了巨蟒飞升 不过大家却都表示自己并没有看到 甚至还表示可能是这名村民自己看花了眼 毕竟,半夜起来上厕所是会存在着意识不清的情况 有可能将闪电误看作是巨蟒 然而,问题却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这名村民看到巨蟒飞升的夜里 黄山当地却发生了森林大火 而事后调查起火的原因 发现是雷电击中了一条四米多长的巨蟒 因为它当时周围都是一燃物 于是就燃烧起来了 那么究竟是不是有巨蟒飞升呢? 难道真的有龙存在吗? 其实,巨蟒飞升这件事已经有了答案 简单来说就是这名村民在起夜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雷电击中巨蟒的一幕 因为当时这条巨蟒正好是在树上 所以被雷电击中之后 在疼痛之下,它也是从树上掉下来 而当它处于空中的时候 正好被这名村民看到 于是,就会认为是巨蟒正在飞升杜劫 事实上,这不过就是很简单的一起自然现象 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邪乎 毕竟,没有任何证明表示 地球上存在龙这种生物 而且地球上巨蟒这么多 也不曾真的发生过飞升的事情 都不过是以恶传恶罢了 至于为何巨蟒会在树上被雷电击中 其实,这就于日常生活中 雷雨天气出现的时候 人们不要站在树下是一个道理 因为当雷电击中大树的时候 强大的电流会向四周扩散 这个时候 大树上和大树周围的飞绝原体 就都很容易受到伤害 自然,巨蟒载的一语天气 出现在了树上 被击中燃烧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那么,自然界中 是否真的存在杜劫飞升呢? 网传上海曾有先人杜劫 是真是假 其实,如今伴随着网络的发展 有关于杜劫飞升的事件 还真不少 比方说在2017年的时候 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 视频中一个人正在空中飞升 据说他正在杜劫 即将得到呈现 看起来是不是很玄幻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件事的真假 这段视频的拍摄地点 是在上海陆家嘴附近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在东方明珠塔附近的空中 有一个人正在雷电中不断向上飞升 而且周围还有很多围观群众的呐喊声 看起来非常逼真 要知道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 我国三大未解之谜之一的 黄延秋事件发生之后 民间就有观点认为 当时背着黄延秋全国飞行的 并不是外星人 而是修仙之人 那么 难道玄幻小说中的故事 都是真的吗? 显然 这并不靠谱 虽然相对于1995年 安徽巨蟒飞升这件事 2017年上海有人飞升杜劫这件事 是有视频作为佐证的 但是 这个视频却并不是真实的 毕竟在生活中 很多人都会为了博取眼球 而进行一些夸张的创作 或者是描述 就好像是1995年 安徽巨蟒飞升这件事 其实在当时 就已经进行了辟谣 但是多年来 却仍然有人表示 自己亲眼在1995年的 安徽黄山 看到了巨蟒飞升 变成了龙 大家在平时 网上冲浪的时候 也是需要明辨真假的 毕竟鱼龙混杂的当下 不真实的内容 真的是太多了 类似的内容 还包括 网传在上世纪60年代 黄河曾经挖出了一只 足足有三层楼 那么高的巨龟 当然 这也是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